大家好 今天是5月2日 星期四 放假放到 真的不知道星期幾 今天這段影片 都是早了錄的 因為事源 我上個星期未失聲 但是 因為我原先都要去阿王sir 錄音的 今天要補錄音 所以一會兒 打喉下去 都是要出去做節目 所以可能很晚才回公司工作 變成錄定比較少編 亦都上網才可以 而且因為大股市的變化 其實你說現在 今天剛剛在這段時間 港股都升了大概 接近200點的行指 都可能比大家的 預期中 做得比較好 其實又不難理解 因為 其實成交量 今天來算 又不算太多 暫時來算 而且 沒有 今天教導之前的時間 都有些消息 關於內地的金融政策方面 有些少許可能是 我們說放寬了 讓外資准入的東西 所以你看到今天 會控升得不多 最主要是明天出業職 但是有幫 表現就很強勁了 如果市場升 有幫也可以說是歸功不少 當然內地方面發展 有幫一直做得不差 現在 再加強這方面 開放的力度 進一步增加 其實對於有幫 這一類已經在內地 鞏固了勢力的公司 更加之有利 所以它今天升 其實又不難理解 至於其他的板塊 一些跟消費 那些相關的板塊 都做得不錯 可能可以炒回五日後 但記住 成交量 是不算太足夠的 所以也意味著 大市本身這一下的上升 是不是真的有突破呢 而言之上早 都還要再觀察 所以 因為明天是星期五 星期五有匯控的業績 再加上就是聯署局 這個不是聯署局 這個是 非農的數據 會公布出來 所以就預計過大市 剛剛提及到的 29500 30,000 這個位置 暫時也是 上上下下 暫時也是 然後 看看個別的板塊 和大家更新一下 那些情況 不如先說回 豪刀股 豪刀股 今天是個別發展 因為 你可以說 奧博業績 出到第一季的聯運情況 就好像 那些行碼做得不錯 但相比之下 美工會 可能比較差 一點 就打下去 但是豪刀板塊 其實就是 因為之前的時間 出了那個賭收的數字 其實又不是太差 我想你說8.3%倒退 這個都可以說是市場預期之內 所以出到來 其實都是預期了 所以反而影響性 不是很大 而且反過來 大家是更加關注 就是 五一這段的價格 究竟當地的消費 那些旅客的數目 有沒有增加 這個東西 似乎初步看下去 都是比較正面 所以為什麼豪刀股一升 有這個原因 但是我自己 可能對於這個板塊的看法 比較一中性 對 所以如果說 銀魚的袋 再升多浸上去 我想我都可能會 減一減榜 還有因為我也想 可能 沒有啊 有時候在等 希望等位 買一隻煤氣 即加住 那看一下 沒有可能 遲些會 減持一隻銀魚 再增持一隻煤氣 可能會有這個動作 會做 那 對於這件事 那些收息股的話 因為這隻股販1310 價比歐 是有些顯著的下跌 那可能跟它那個業績 出到來 可能我大數 有一個叫 倒退有些關係 但是公司本身那個業務的發展 其實是不差的 還有因為本身 你也可以說 它現在 之前收購 那裡 已經批准了 所以我相信 它那個業績 就是 當它整合完之後 會有一個很不錯的表現 所以反而 如果它的價格 再跌深一點的話 是直撥的 當然 這些位置 即是今天一刻 跌8.5%左右 那 我又不可以說很直撥 但是 如果它再回到 之前那個環區間附近的位置 值得考慮的 這樣 那其他版法 不如說一下 其實版法上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消息 不如說一下 聯署局方面 今晚的時間 聯署局就說 不加息 即是 消息維持不變 那 其實你說 是 好還是不好 都已經預算了 不過口吻上面 其實是強硬了 是強硬了 還有 你可以說 它是否完全沒有 做過 其實它不是 它做了一些手腳 不過 這裡先不說太詳細 不過 我比較關注 可能是 打後的時間 特朗普和鮑威爾 會不會再做一些 矛盾 還有一步 會叫激化 因為 你看回昨天的時間 鮑威爾的口吻 應該不會覺得 是要減息的 但是特朗普不斷強調 要減息 兩方面 似乎都有很大的矛盾 會不會今晚有些朋友 會跑過去呢 不得而知 但是這樣做的話 似乎另外一個市場上面 對於這些的看法 會有些大的影響 心理上有些影響 所以 沒有再靜光其變 關於銷售的去向這方面 不過 看數據上 其實 ISM 都是轉差了 是唯獨市 我是有點想不明白 唯獨市的ADP 即是市場的情況 都盡量很厲害 所以 看看明晚 看看明晚 浪犯的人數出來 看看是甚麼狀況 不過 對於微估的看法 現在更加知知知知不知 第一 是成功了 第二 你看到我們中小盆股 表現都開始轉差了 是的 對 我已經說了很多次 尚未估的情況 不過 都是 不遲如期 其實沒有甚麼特別的事情 今天就是這樣 因為時間關係 兼且 我相信大家 可能有一段時間 都比较上是正公其变先的 好了,今天就这么多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再留言给我吧 拜拜